第129集 充满活力的少年去哪里了 他的眼睛 依旧如同琥珀一般剔透 可是却蒙上了一层忧伤 那种充满野性的天然生机 仿佛被消磨殆尽 他把他带回来 除了给他吃的 还给了他什么呢 当初的阿蛮 也许比现在还要笨 可是却比现在快活许多 楚玉静静地望着阿蛮 华远则静静地看着楚玉 目光化作他自己瞧不见的柔和 他突然觉得移不开目光 仿佛不论什么都不能转移 他看着这女子的心愿 在他看来 楚玉完全没有必要考虑阿蛮的心情 那不过是府上养着的一个下人 但是他这样认真自责的模样 不知为何 却有一种别样的动人之处 阿蛮拦在门口 只要那官员敢叫人过来 便轻轻一推给推出去 他力量奇大 几个随从都被推得亮前后退 他自己却纹丝不动 他心里也没有别的心思 只想着绝不能让这些人进门 一直守着等到楚玉回来 这回却听见上空传来冰冷的声音 你为什么不索性关上门呢 关上门 把不想见的人挡在门外便好 阿蛮一愣 抬头望一眼 坐在侧面墙上的花措 随机下意识道 我忘了 想了想 他又摇摇头道 不关门 万一他们砸门怎么办 要是门被砸坏了 还得让楚玉重新花钱修理 倒不如他自己辛苦一些 守在这里 花措紧绷着的脸容 难道被逗笑了一次 他眼风朝楚玉藏身的地方一飞 对那官员道 楚玉的主人回来了 你若是找他有事 便可对他说出来意 顺着花措望的方向 那官员也看过来 正瞧见楚玉与还远 连忙气急败坏道 你来得正好 你们家的家奴 曾经受死我脸 竟然被花措叫破形藏 楚玉只有牵着还远站出来 走进官员笑道 那不是我的家奴 是我的家人 我若是不在 他便可带我做主 请阁下莫要弄错了 走到门前 他冲阿满笑了笑 才又一次转向那官员道 本人便是护主 请问阁下来意为何 官员先是给楚玉 满不在乎的说辞给惊了一下 好一会儿猜想起此行的目的 他呼吸几下平复怒火 过不久 神情转为平和道 请问阁下是否名作还远 楚玉朝还远偏了偏头 找你的 说着 他后退半步 让还远上前去交涉 自己则在一旁拉起阿满 小声地鼓励 干得好 不过下回不要一个人挡在门口 万一发生什么危险怎么办呢 我叫你啊 你看啊 墙头上那个穿红色衣服的 是我们家的时刻 这个时候应该是尽情利用他的时候 要榨干他的全部剩余价值 有什么事吩咐他来做就好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楚玉的声量虽小 但对于练过的花错而言 却还是能听到的 他脸黑了下去 不过想想 他确实是白吃白喝的时刻 也没办法在这方面反驳什么 只有跳下墙去 按道下一回 再也不离彩门前闲事 随口刺走了花错 楚玉才专心观看 还远那边的情形 可听着他与那官员的对话 他却不由自主地 渐渐地张大了眼睛 原来那官员 竟然是北魏皇室 拓跋洪派来的 说是什么 听还远 才学不凡 前来请他入朝为官 先不说 拓跋洪的手 居然伸那么长 从北魏千里之外的平城 伸到了洛阳 他单只好奇 那拓跋洪 是怎么知道 还远的存在的 甚至还要请他做官 倒不是说 不该有人知道 还远的存在 只不过 楚玉一直以为 知道他们所在的 应该是 荣旨所属的一方 就好像上回 被中年年找上 他并不怎么奇怪 但为什么 是以皇帝的名义 而不是太后呢 那官员说明了来意 还没等他提出 官阶 年薪 休假等招揽条件 还远便毫不迟疑地拒绝道 请恕在下不能聪明 各下还是请回吧 楚玉正好奇地 等着听 拓帮洪打算 为了招揽还远 付出什么代价 却不料还远 想也不想地便拒绝了 忍不住有一些惊讶 而那官员更是恶然 想不到还远这一届平民 竟然连皇帝的旨意也敢违抗 不过一回想刚才 阿门和楚玉的态度 他便大约明白了 这宅院里 住着一群刁民 那官员迟疑一下 心到 刺激此番前来 带着的随从太少 倘若一味纠缠 只怕不能讨好 光是那昆仑奴 便够他们受的了 还是索性暂时离去 代问本地官府 借掉些兵力 再回头来找刁民来算账 他存着这门心思 便不再多停留 甚至没有再劝说还远 只冷笑一声 带人离去 还远沉着脸 与楚玉进了家门 官上门没走出几步 楚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不想出事吗 虽然 还远一直没有表示 对米虫生活的不满 但是 相对于其他人 处于对还远的愧疚 反而是最深的 不管是从政 还是维闻 还远都足以成就一番事业 但是他自打来到北魏后 却始终收敛着他的光滑 他几乎不怎么与同城文人来往 更别说谋求仕途 除了偶尔与官沧海说上两句外 又或者因买书 或陪伴他而出门外 他最常做的事情便是 待在家里看书 楚玉心里知道 是为了什么 他这么做 是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尽量少让一些人留意到他们 以免他们本来的身份暴露 更准确地说 是避免他的身份暴露 他们所有的人里 最缺乏自保能力 并且最有可能遭遇到危险的人 也就只是他而已 一旦他的身份曝光 没了从前那层身份的保护 他的处境 也许会陷入艰难 虽然这里并不是南朝的地界 但是处于从前的身份 并没有多少好名声 因而等待他的 未必是北朝的接纳 不过既然皇帝的旨意过来了 便意味着皇帝知道了他们的底细 隐藏不隐藏都已经无所谓 楚玉原以为 还远会愿意担任官职 毕竟那是他一展才能的机会 还远停下脚步 却是先吩咐侍从去房里 拿来他放置在书柜里的包裹 才转向楚玉 一字一顿的道 我不想做鲜卑的臣子 一听还远这么说 厨余才猛然地想起来 北魏是鲜卑人 而非汉人建立的政权 鲜卑族通俗地说 便是胡人 原本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但是在逐渐壮大后 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 那个以复国为志向的慕容副祖先 慕容氏便是鲜卑部族 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民族 慕容氏曾经在南北朝之前的 混乱的时期建立过数个国家 但不久都覆灭败亡 而北魏的当家拓跋氏 则是鲜卑部族里的另一个分支 主要是周围生活的多数是汉人 鲜卑人经过逐年汉化 统治体制也多半沿用汉人的 导致楚玉经常会忘了 这里其实是一族统治区 楚玉内心对于汉湖之分 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分野 虽然不清楚具体历史 但是他总是还知道 若干年后 随朝一统天下 南朝北朝又归于统一 时代环境眼光所现 所以要他对鲜卑人 产生什么阶阶仇恨 实在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但是楚玉也知道 想要让环远理解他的这种想法 也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 环远的立场比较偏向于传统的文人 所以他很小心地没有表现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只说道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 皇帝都已经派人找上门来了 要不我们现在便逃走吧 对方不大可能因为环远的一句拒绝之言 就此善罢甘休 想要避开那些麻烦 离开此地是最好的选择 缓远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面上飞快地略过一抹奇异的神色 接着深深地 用一种不知道什么含义的目光凝望楚玉 过了许久 他慢慢地倒 不 不是我们走 而是我走 他一个人离开 这样便能解决问题 楚玉有些不安地道 为什么 他这是什么意思 还远垂下眼帘淡淡地道 我们一群人无处可去 北魏不能留 南朝也同样危险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虽然有两个王 但也是王土 而王土之外 墨北南蛮 是荒蛮之地 他实在不忍 因他之故 而让他遭受颠沛流离之苦 还远抬起眼 他俊雅的双目之中 光芒微微地闪动 似有一些难过 只要我走了 就算是北魏皇帝 失去了为难你的理由 也不会再来相扰 你怎么会认为 你走了 拓霸红就真的不会计较呢 说不定他会迁怒于我呢 楚玉好笑地说着 两人对北魏皇帝 都没有什么君主的意识 因此一个仅称其身份 另一个更是肆无忌惮 直呼其名 还远的声音很低 但恰好能让楚玉听到 不会 北魏皇帝要的只是我 至于你 只要我走了 他不会为了出气 而直接与你背后的人对上 他说到这里 心中一痛 索性偏过头 不去看楚玉 也许你不知晓 但是我却逐渐觉察 我们一直被保护着 从我们到北魏时 一直至今 没有任何背景根基的我们 却不曾遭遇任何流难 不曾被商贩诈骗 不曾被里长欺压 不曾受权贵刁难 更没有引起旁人半点注意 甚至的 南朝的仇人 再也没有拆人追来 这却不是我的能耐 而是有人 刻意在背后保护我们 那是一只手 不捉痕迹的 悄无声息的 一手遮着着洛阳城的天空 抹出一切对他们不利的 将他们完好无损地保护着 异常的强大 也异常的稳固 一直 一直地保护着 这份强大和稳固 几乎让他灰心到极点 对方不动声色 便可以互处于周全 可是 他却什么都帮不上 那个人 或许是观沧海 可是 他观这形式的风格 却更加像是另一个人 处于蒸蒸的呆愣中 原来 这一年多来 他的安稳生活 都是被保护着的吗 因为有人为他遮挡着 一切危险和灾祸 他才能如此无忧无虑 平和安详 他能够享受到 清澈爽朗的风 能够自由自在地 与人谈笑 都是因为 有人为他 树立起了遮挡风雨的 无形壁垒吗 看楚玉陷入游神之中 还愿微微苦笑 低声说 不错 你的平安 压根不需我来保护 我留在此地 又有何意 这个时候 侍从已经一命 取来了他所说的包裹 这里面装着一些财物 和一套换洗衣裳 是他前些日子 发现有人暗中保护处遇后 便做好的准备 那时候 他便已经萌生 些许的去意 只不过当时 他离开的理由并不充分 他自己也不大想走 便一直拖延至今 如今 确实 是他该离开的时机了 拓拔红 既然能派人来 说明 那只保护的手 已经不能太严密地遮挡风雨 他的离去 大概能给楚玉 减轻一些负担和麻烦 他转身抬步 并又往不远处的门口走去 却见一条人影 快速地从他身后越过 接着拦在门前 看清那人影 还远微微吃惊 旋即心头一暖 兰在门口的人 是楚玉 他从华远的身边跑过去 赶在他之前来到门前 怕华远从他身后的出口离开 他的背部抵着门板 用身体挡住两扇门闭合的中缝 看他一脸如临大敌的情形 华远忍不住笑了笑 你光是挡住正门有什么用 别忘了这宅院还有侧门与后门 楚玉一听 立即咬牙叫道 来人 给我把其他的门堵死了 别傻小孩子脾气 你拦得着我一时 难道还要拦我一世不 话说一半 他瞧见楚玉的神情 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 笑容也随之凝固 因为楚玉 现在正一脸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楚玉双手撑在门上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徒劳 可是他不能就这么让还远离开 一个人去漂泊流浪 可是他又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话来挽留他 楚玉难过得快要哭出来 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 流浪被中年年带走了 现在还远又要走了 他还有一个阿满 流浪至少有中年年 可是还远有什么呢 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的 一想到这个 他便难过得不能自持 他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家人 从南朝到北朝的一直相伴 相互扶持着这么走过来 他谁都不能割舍 谁都不愿意忽视 刘桑走的时候 他还可以自我安慰 他有亲人陪伴着 可是还远呢 还远有什么呢 他一直默默陪伴着他 到了最后 又打算默默地离开 他失去了这么多 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连一个安稳的家 都成了为难的事 楚玉死死地咬着嘴唇 眼眶发红 话语却掖在嗓子里 不要走 不要一个人去流浪 不要离开他 因为他会难过 因为他的孤独而难过 还远心中 泛起复杂的滋味 他温雅自持的目光 渐渐地漫起春水 望着楚玉了久 他苦笑一声 公主 不要这样 在下不过是一切 孤灵彼漏之身 不值得你如此 不要哭 假如他哭了 他会不舍离开 可是 再怎么不舍 也终归是要走的 天下 没有不散的沿袭 过了约莫一刻钟的功夫 还原总算是走出了楚玉 看着身后 河上的大门 目光缠绵了许久 还是迈开沉重的脚步 他先走到观沧海的门前 敲开大门 请开门的仆从 将信件交给观沧海 并请其代为传话 希望他离去之后 观沧海能代为多照顾楚玉 他不知道 这话最终会否传到那人耳中 但至少有观沧海维护着 楚玉的安危 便能够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他也可离开得安心一些 开门的仆从 也认得还原 问他是否要见观沧海 还原微笑摇头 随后便礼貌告辞 他一点也不想见观沧海 因为见到观沧海 他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另外一个人 尤其是在此时此刻 他用脚步 慢慢地丈量洛阳城的地面 每走一步 便远离楚玉一步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走下去 决定的事便一定要做 还原的固执 未必就输给任何人 一路向东缓行而去 方才走出不过一里路 经过一条少有人质的巷子时 还原却瞧见前方出口处 一条墨色身影背对着他 覆手而立 那人身穿黑色衣衫 背影单薄消瘦 风姿如柳 柔而不弱 还原面色一沉 片刻后淡淡地道 是你 墨香